印度尼西亚逮捕了6名涉嫌策划 向新加坡发动袭击的恐怖嫌犯 我国内政部表示 以知晓这项袭击计划 并密切与印尼方面合作 监察涉案组织的活动 设法将涉案者逮捕归案 因面对新威胁 同时顾及目前的安保情况 我国警方和其他部门 已加强国内级边境的保安 据印尼当地的媒体报道 6名落网嫌犯 涉嫌密谋从巴弹岛发射火箭 袭击我国滨海湾 报道也指出 嫌犯是在今天早上 在巴弹岛多个地点 遭印尼的反恐特种部队逮捕 他们年龄介于19到46岁 所隶属的KGR at Katiba GR组织 相信同伊斯兰国组织 印尼裔分子纳伊姆有关联 纳伊姆涉嫌在今年初 发动雅加达中部的袭击案 造成了8人死亡 我国内政部表示 当局知道6名嫌犯密谋发动这项袭击 并密切与印尼当局合作 监察组织的活动 内政部对印尼当局采取行动 将涉案的嫌犯逮捕归案表示感谢 并强调事件显示了恐怖威胁 在本地的严重性 实行全国保家安民计划尤其重要 内政兼律政部长 尚木根对事件不敢意外 他表示曾多次谈及在国外策划 针对新加坡的袭击 这些袭击可能来自企图潜入 新加坡的恐怖分子 也可能是位于新加坡之外的恐怖分子 由于新加坡国小 更容易成为目标 尚木根也表示 下个星期他将前往印尼参加 一项安保会议 我国与印尼紧密合作 显示各国之间合作的重要性 而国人也应该提高警惕